大家好,我是蔡花 欢迎继续上喜剧短视频编剧培训课 这一节课呢,我来带大家正确的去趁热点 热点对每一个创作人、媒体人来说 都是天上掉下来的线点 玩得好的话,观众会夸你很懂时事 紧跟潮流,非常有见解 但倘若你玩不好的话,观众会骂你 甚至会难听的说你在吃人血馒头 那么如何正确的去趁这个热点 就是咱们这节课主要学的内容 先举个例子 2019上半年,短视频领域最火前没有之一的热点是什么 闺蜜团 第一个发起闺蜜团挑战的是成都小姐姐团队 让人们心目中印象深刻的应该也只有这个成都闺蜜团 一个是人家的确是长得好看 二是他们是发起者,有最大的话题性 有那么一句话,叫做第一个夸女人长得像玫瑰的是天才 第二个夸女人长得像玫瑰的是庸才 而第三个这样夸的是纯才 自成都闺蜜团火了之后 全国各省各地开始大面积的模仿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满满都是copy的痕迹 不仅动作音乐,连展示形式都是一模一样 除了某几个特别好看的小姐姐之外 很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 这可是一个热点活动呀 做短视频的创造者能不去称这个热点吗 不能吧 然而大多数人称得一点的不高明 所以越往后面这种秀色可参型的闺蜜团展示 收到的点赞数越来越少 不过也要做得非常成功的 我举几个例子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例子 旁观者看别人拍闺蜜团现场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三个例子 宠物闺蜜团 男团闺蜜团 以及游戏闺蜜团 这些有意思的闺蜜团延伸的视频 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就怎么想不到这样蹭热点的方法呢 这些问题 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解答 经过第一节课的学习 咱们同学们都学会了如何开脑洞 但可能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开脑洞 到底有什么用 是的 每一个练习过开脑洞的人 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太正常不过了 因为你在开脑洞的过程中 你也发现这个问题 你会有无数的信息出现在你脑海里面 你不知道哪些是有用的 哪些是没用的 不用着急 你只需要通过三个步骤 就能轻松找到你脑洞中有用的信息 就拿闺蜜团这个主题来举例子吧 做完呈现分析之后 有那么的一个信息库 接下来要进行三个步骤 这三个步骤是 第一个步骤 删掉被玩烂的元素 第二个步骤 删掉不讨喜的元素 第三个步骤 删掉难以实现的元素 比如说 这个闺蜜团这里呢 应该这样删 第一 删掉被玩烂的元素 像跳舞啊 拍闺蜜团啊 御用BGM这些是被玩烂了的 然后第二 删掉不讨喜的元素 比如说 女扮男啊 或者是男扮男 蛇 鬼等 还有拍录音机这种 很不讨喜 第三 删掉难以实现的元素 比如说骆驼 初音未来 等他们去跳这个闺蜜团 这个舞 这个很难实现 所以把他们给删掉 然后得到新的呈现信息库 是这样的 经过这三个删减步骤之后 咱们得到了新思路 基本就可以用了 上面展示的例子思路 几乎都是这样得来的 咱们再举个例子 就拿今年话题不断的垃圾分类 这个热点来开脑洞 垃圾分类有个行为动作在里面 因此根据之前咱们所学 可以这样画脑图 这里是主体大类 可以分为人 动植物 非现实物质 那在这里我重点突出一下 这个人 他可以分为四种 一种是生产者 一种是使用者 一种是受益者 一种是受害者 生产者可以有 颁布这条法令的人 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的人 以及被视为垃圾的人 而这个使用者呢 他可以是普通市民 家庭成员 学校学生 或者是餐厅的食客等等 而受益者就比较多了 像 咱们这条法令能够实施下去 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是受益的 然后跟他业绩相关的人也受益 没有被罚款的人 是不是也算是受益者 通过这个法令 盈利的人 当然也是受益者 还有 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强迫政者 他们也是受益者 受害者呢 有不懂得垃圾分类的人 乱丢垃圾的人 以及垃圾太多的人 动植物里面有垃圾主人分类 比如说不生狗恋的这些人呢 以及宠物在外面大小便 没有及时清理这些人 也可以把这些进行分类 还有恶犬 恶犬分类 外来入侵物种 也可以进行垃圾分类 对吧 非现实物质 可以有18层地域 按照那个罪行的那个恶类程度 进行分籍 这算不算也是垃圾分类 有垃圾游戏玩家分类 还有小说里面 反面人物的分类 以及垃圾游戏 电影小说等等的分类 垃圾分类的物理属性呢 同样可以分为 幅度大小 效果 类型 用途 速度 时间 以及纯文字 这个幅度大小 咱们可以看那个垃圾分类 那个幅度大小是怎么样分的 比如说 一个细胞里面的垃圾分类 人体身上的垃圾分类 家庭里面的垃圾分类 等等到后面是心系垃圾分类 越分越大 效果呢 可以分为有好效果和不好的效果 类型 它可以有手动垃圾分类 自动垃圾分类 半自动垃圾分类 以及被动垃圾分类 和上门垃圾分类 用途呢 这个垃圾分类有什么用途 可以有 可持续回收 再生产 方便填埋 养成一种意识 或者是保护地球 而速度 就有一些新的玩法了 比如说 你一堆垃圾 一秒钟 你能够把它进行垃圾分类 这可能就是模仿 或者魔术的一种玩法 或者是很简单的东西 很简单的那些垃圾 你都要分半天 这可能就是反映你那个记性不好 或者是反映不快 时间 古代的人是怎么样垃圾分类的呢 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 又是怎么样垃圾分类的 这都是有不同的玩法 纯文字 垃圾这个词的双重含义 既可以指现实物质 也可以是一个骂人的话 垃圾分类的社会属性呢 可以分为垃圾分类的价值 垃圾分类的影响 垃圾分类的价值可以分为有 垃圾分类竞赛 跟那个 亲爱的热爱的一样 好几支队伍 然后一起为得到这个 奖牌而竞争 垃圾分类也可以成为 评判某个人或某个小区 或某个地方优劣的 唯一评判标准 而垃圾分类的影响 可以分为 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 或者是让人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糟糕 变得更加糟糕的表现可以有 你多花了许多时间 在垃圾分类上面 以至于你没有其他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或者是你提心吊胆 生怕你垃圾分类一做错 然后就会遭到什么样的惩罚 然后咱们再删减掉一些玩烂的元素 不讨喜的元素 以及难以实现的元素 然后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很清晰很简洁的一个脑图 然后以这些思路作为切入点 无论你是写公众号也好 写段子也好 或者是你写剧本也好 都可以写出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咱们来上咱们这节课的第二part 如何从信息库里迅速找出有爆点价值的信息 有用跟能成为爆点 还是差了两把火的 第一把火叫做最新的热点 第二把火叫做最刁砖的角度 也可以叫为反差大 然后这里就可以用到咱们的脑洞价值表 咱们先用刚才闺蜜团这个热点来看一下如何用这张表 这个脑洞价值表可以分为横竖两部分 横的这一块有热点时事热点歌曲热点游戏热点影视热点梗以及最大反差和最后得出的一个思路 左边这个树这一列呢 它是你刚才通过脑洞图得出的一些精简的一些有用的脑洞 然后你把左边这一个脑洞图用你刚才那个脑洞填进去 然后再根据右边热点的一些东西 然后进行一个碰撞 然后最后得出一个新的思路 这个新的思路就是有一个爆款潜质的一个思路 比如说把武术这个脑洞一放进来 然后看到当时的热点时事以及热点影视等等这些跟武术没有太大职业关系的话 那就直接玩最大反差 温柔的女子跟练武男子之间的反差 然后得出了武僧闺蜜团这样的思路 当时比较火的两个游戏 一个是王者荣耀 一个是吃鸡 然后根据这两个热点游戏的一些虚拟人物 咱们也可以得到一些相关人物的一些闺蜜团 前面这些热点时事 热点歌曲 热点游戏 热点影视 热点梗 是属于那个第一把火 叫做最新的热点 而这个最大的反差 叫做最刁砖的角度 再举个例子 当时传网第一个用吃鸡画面来讲故事这个思路 我也是通过这个方法得到的 三个月磨刀三个月载羊 谁是羊呢 大家都是羊 虽然说呢 这个地方它虽然小肥高 但是它可以理解为什么 如果你家在这个地方一年一只游戏三个月 那你把一年前都挣回来 如果是你也会这么做的 那一会到了前边 到了二郎河景区 我们就吃饭 那我们吃的饭是什么饭 叫做一苦思甜饭 苦到解放前 那么它也叫做什么 游客给它起名叫做生命维持餐 那么团餐它就是这样的 团餐你去任何一个地方旅游团餐它都不好吃 海南的米饭都是生的对不对啊 最贵的地方598 最便宜的地方168 这一区买票基本上会 散客散客 报导游走不走走不走 只需要花费1680块钱你就可以了 车单导游经济量不允许不去可不可以啊 说实话 你不去它是不可以的 说实话就你花在哪儿钱 你交了门票费它不够车费 交了车费它不够吃饭钱 那它怎么带你玩对不对啊 那说那导游你听好了 这队我就不去 这下午就不如花 我出来不是玩的 我就出来较劲的 那说实话 你跟谁较劲的 跟你自己去较劲的 首先说这个地方它非常的冷 零下30多度40多度 那你不去玩怎么办 你只能在外边等 有几年的时候 有一对夫妻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可能这几条件不是特别好 只能在外面等 等已经到20等吧 跑到大山里边去的 在凌晨3,4点钟的时候 在山上找到这对情侣 所以说这个地方它最高的冷 不要想瞎溜达 说实话你去南方去溜达 那边溜达要么钱在队 要么人造队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要选择人造队的话 那你今天那你是真高队了 好了废话不多说 司机说放一点 一两声就来 这有爱 别看我只是一只鸭 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呢 是根据当时雪香载客这个热点 进行开脑洞 经过三个步骤的删减 得到这样的清晰脑图 然后我把这个第三人称 这个第一个脑洞啊 放进这个表里面 根据当时一个热点游戏 一个绝地求生 然后我就得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就是用绝地求生的画面 来重新演绎这一段视频 当时很幸运 我用第一个脑洞 就找到了合适的思路 成功做出了 传网第一个吃鸡故事 但是我建议大家 在平时不熟练的情况下 即使第一个脑洞就能够找到思路 也要多尝试其他的脑洞放到表里面去 看看能否找到更多更好玩的思路 这样对自我也是一种锻炼 咱们继续来举例子啊 如果李佳琦去卖文具 李佳琦是谁 Everybody 你们的魔鬼又来了 这只纸子 真正的国货之光 全球每天卖出 1600万只 手感非常速 Oh my god 太顺活了吧 我的天哪 而且搭配这样一只橡皮的画 这两个四号 给你们放在一起看一下 一个压史绿 一个诗写白 真的是绝配 真是好看到棒 而且同等价位里 最适合小学生 接下来 重点来咯 有助理领大厦 特别限定 新华字典 每个书店限定20本 天才好不容易 帮你们抢了好多字 你看这个字典 我的妈呀 太好长 而且这个字典 是真正的烂番茄色 最重要的是 字典非常轻薄 一点都记不住 真的是一点都记不住 总而言之 买它 买它 如果李佳琪去买文具 文具会不会转价 今天给大家种草的 号称色好罪权的定书机 这家公司历史非常悠久 一百年老店 只差九十九年 毛夜黑 非洲黑色的 写真皮 写把臂 好看的 无法 哇 武器独揽 天哪 上床 好好看啊 上牛是个贵的感情 王子才能 嫌疑的名字 Amazing 西班牙顶级是 Mr.Sinna Priest 两身顶藏 接下来厉害了 全球限量 小助理 劈头算法 为大家想到 减肥较大 正好 12315 上火 黄 木框 乡村 田园峰 拉开以后 皇帝的新装色 颜色 白搭 不敲人 太透亮了吧 Oh My God 减肥贴怎么用 这触感太饱虚了吧 超好用 不推荐 今天小朋友 你的作业写完了吗 你的魔鬼又来啰 哒哒 我把你从小学到高考的所有教材都买回来了 哈哈哈哈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不惑之光 热销几百年 全球卖出几个亿的四大名著 这还是高级的文言文版本理直的拥有 重点来了 人生必经的两个阶段 一个是快乐城 一个是伤心子 哇 你看这两个颜色在一起 我的妈呀 绝配 这本书的味道 上槽了 你看这道问题 我的妈呀 头皮发麻 哦对了 小助理 拿一下 帮你准备了四国语言 让你成为 International World 全球仅此一套的新华字典 处雪猴 来啰 这本字典 置地非常厚重 什么都查得到 让你查了一次 一辈子都忘不掉 Oh my god 这个字典 太好查了吧 买它买它买它 从小学到高考的时候 网友教材都买回来了 这个 一个是 一个是 欢乐城 一个是 伤心子 哇 两个颜色在一起 我有 妈呀 绝配 谢谢佳琪大哥哥 你送这么东西材料给我 Parler Cafe 合着屏幕都能感受和卷仙气 四大笔柱的身后 非常齐全 我的妈呀 就在刚才 我才知道 魔鬼 不只是一个形容词 作业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无一的作业 本来都快做完了 生活总是充满变数 世事难料 就像我这样 九岁的小朋友 都有谁能整个 两年前的我 还只是一个 七岁的小孩子吗 真的好开心 毕竟 李高考 我只剩 三千三百二十三天了 现在 唯一的希望就是 游费不要到负 天天小朋友 模仿李佳琪火了 然而这么多人模仿他 但是火不起来 一个小孩子模仿 就为什么火了呢 咱们用今天所学的方法 来分析一下 咱们先拿 模仿李佳琪 这个主题来 精简化 开脑洞 然后能够得到 这样的一个信息 好 接下来咱们再 进行一个三简 这时候你会发现 三简得当的话 不用代入表格 都几乎能够 找到爆火的思路 因为代入表格 又是另一个 意义上的三简 接着咱们来总结 咱们这课学到的东西 两大块 第一块 怎么样从脑洞图里面 找出有价值的思路 重点是三个三简 即三调被玩烂的元素 三调不讨喜的元素 三调难以实现的元素 第二大块 热点脑洞价值表 这个表很简单 大家平时可以把这个表 画出来贴在自己桌子旁边 但是这个重点 大家就需要注意了 寻找热点 并跟筛选出来的脑洞 进行结合 这就需要大家平时 对那个热点的一个敏感 和积累 好 这节课咱们就上到这里 希望课后同学们 能够多加练习 早日掌握这个技能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